我把所有的梦想都花在墙上 哎哎哎怎么跟你说的啊 说是为了保护孩子必须得保持清静 啊这女的长期带孩子又有钱容易提早警惕 哎你好 啊 不是 您先等一会儿啊 不是让你把晚上广告拆了吗 妈怎么 怎么又要来找呢 哎 您好 哎 对 这里是出租自己成见别人公司啊 哎 没错 我们特色业务就是男保姆 行 行行行 您把地址发过来 明天十点准到 上线结婚了 啊 高雅文明确跟我说过好几回 不让我接别人家伙 你傻呀 前几天差点给你开了知道吗 这么殷勤不定一主 工作能够保证吗 我担人家了 我呸 那就是霸王条款 我问你 给你签合同吗 工作时间三年保证了吗 给你开了 补偿你吗 什么都没有 还是啊 凭什么给他就给买断了呀 这不合适 先看看我外甥女儿 再说合不合适 别按了 别按了 你都迟到十分钟了 阿小姐真生气的 来 等会儿 来 穿上再进来 好 好 阿姨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煮咖啡的时候 要把冲锅烟机打开 你好 你等着 没轮到你说话 干完今天 明天不用来了 马小姐 我 阿姨 我记得我应该跟你说过 我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就是不专业 我认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虽然把有限的精力 投注到你的工作当中 那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美好 可是偏偏有大多数人 就是不明白这一点 马小姐 我这一忙别的 就忘了这抽烟机了 我说的不仅仅是抽烟机 这一件事 我应该跟你说过 我原来的保姆有多优秀吧 一日三餐营养搭配 家里永远一尘不染 只要有人进屋 他一定第一时间 把鞋擦干净了 放在门口 衣柜里的衣服 永远都是暗颜色的深浅 放得整整齐齐的 我们要穿什么衣服 他都会提前帮你搭好配饰 放在床上等你去选择 人家一个月六千 你一个月四千 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同样都是保姆 就是因为专业与否的差别 那你不是还把人家给开了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是我开他 是因为他们家里有事 所以才干不了的 要不然我有必要跟你 在这儿头疼吗 钱拿着 赶紧走着 我还有事 你好 我是来应聘保姆的 刚才我看你把那保姆炒了 给我腾地儿啊 那什么 我叫方元 八零年属猴了 您在电话里头说 说您跟您儿子住 所以不需要住家人 是吧 正好我现在也不适合 接住家的活儿 您是打电话呢 还是听歌呢 您听歌呢 不是 咱能不能把这摘下来交流 我 我这大个站着呢 那 正好十分钟 什么意思啊 你刚迟到了十分钟 我也让你感受一下 等待一个人十分钟 是有多么的漫长 分秒不差 我觉得对咱俩都公平 是吧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像您这么讲 跟着原色的人 那要照您这么说 你说你在街上走 不小心被人踩一踩 那你还算成角度 踩回去啊 那你万一被狗咬一口呢 那你说 我认为手势是 做人最起码的准则 你浪费了我十分钟的时间 你知道这十分钟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可以 以一个正常的速度 吃完一顿饭 或者洗澡 或者看完十三页书 或者做完我的工作报告 可你却让我平白无故 在这儿等你十分钟 说到根儿上 这叫谋财害命 你知道吗 不是 我是迟到了 我不对 但是不至于害命嘛 是 那可是我人生中 再也找不回来的十分钟 你知道迟到的人 为什么可恶吗 那是因为 谁也没有资格浪费 别人的生命 为什么很多人 对零碎的时间 那么不在乎 那是基于 认为自己的生命 还有很长时间的 主观判断 如果你明天出门 被车撞死 你会不会可惜 进行浪费掉这十分钟 不是我迟到了是不对 那你也不用招我死吧 还有 你刚进门的时候 按了三次门铃 你是十字不足呢 还是观察力有限 什么意思呢 怎么着 你们家按门铃还有规矩 你给我过来 请只按两次门铃 然后请耐心等待 不是 刚才我着急没看见 那怎么着 多按一下 能把你按死 短期内不会 但是我看过一篇报道 门铃响的次数和频率 会直接影响到 主人的心理压力 和精神情况 吃点耐心 就当是对别人健康的 最起码的尊重 对不起 我不是精确 没受过这训练 那你受过什么训练 因为我对你的判断 我不认为 你能干好保姆这份工作 你网上的那些视频 有点夸大其词了吧 技术工作不挂兴 从你进门到现在 我认为你不符合我的标准 我也认为你不符合我的标准 知道吗 保姆这活儿也凭演员 咱俩没一处对路的 以后你家这活儿我干不了 咱俩别浪费彼此时间了 好吗 你要干吗去 走啊 谁让你走了 我请了半天假 推掉所有的工作 就为了建言你这个男保姆 能不能走 得我说了算 来 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 老丁 你是来我们家应聘的吧 老妈 他是不是我们家新来的保姆 你从哪儿认识的这个人 就在医院认识的呀 医院 他是别人的护工 我们偶尔聊聊天 站住 回来 回来 这就是偷东西的家长 知道了吗 噎了了吧 别演了啊 就是医院 什么病都能治 求求你了 这话别喊了 站好了 靠那儿 叫什么名 哪床呢 我叫马继默 就在那十七床 马继默 你父母也够损了 给你起这名 这不让你孤独中朗他吗 行行行行 不是那个继默 是世纪默的继默 行行行 扎了 对你好几天了 知道吗 一到晚出来摸手 是不是 拿回来 来 站起来 说说吧 为什么 我饿 饿就偷东西 那全世界都乱了吗 爸妈不管你饭啊 医院的饭 太难吃了 我妈又不让我吃零食 嗯 这话说得对 全世界最讨厌的就是女人 你别说我妈行吗 没说你妈说女人呢 我妈不就是女人吗 说今晚的事呢 你这拿着东西你做得对吗 嗯 那算我借的行吗 借 拿什么管 等一下啊 这个吗 这个吗 你有钱你偷什么东西啊 你自己买不行吗 你以为我傻我不知道啊 我妈早就跟护士交代过了 才不让我出这栋楼呢 所以啊 我只能趁晚上去偷吃了 我看你也不像个坏孩子 是不是 听你的遭遇也挺惨 你这样 嗯 以后呢想吃什么告诉我 我来医院路上给你带 咱别偷东西好不好 真的吗 谢谢叔叔 你站起来 什么叔叔叔叔的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叫我大哥就行了 你骗人吧 你看起来 比我妈妈年龄肯定大很多 我干嘛叫你啊 就就就叫大哥 想不想吃东西了 我吃我吃 叫大哥 好吧 大哥 行行坐吧老弟 陌陌说你不错 我决定给你一次家事的机会 把你会的展示给我们看一下 我没打算给您机会 您家这活我干不上 我之所以没走 是跟我老弟告个别 走了老弟啊 干不了就别说大话 在视频里把自己吹得这么牛 叫你展示一下都不敢 我看就你这能力 也敢说自己是专业的 谢谢啊 好 好 好 来 大哥 你好棒啊 扫地擦地那种 没记住韩亮的活 我就不展示了 挑几个能看得出手艺的 给你张张眼 其实呢 我最拿手的是地板打辣 可惜你们家没材料 外边人工费三半一天 手法还不如我 这便宜你就占不着了 别说话 我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但是不接你们家活 要么为什么 活好任性 菜趁着吃 凉了可惜 别走 怎么着 你还要强买强卖呗 你说走就走呀 凭什么呀 得我让你走 你才能走 我这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了 我就不干了 怎么着吧 你网上那些视频是什么东西 视频呢 哪儿来的 我做的 你有证吗 你跟哪儿认证的呀 谁允许你发了 我告诉你 你要没有专业机构认证 你就不能发 我可以去告你知道吗 无论是公众商局还有法院 我一告一个准 我看谁还敢用你 不是 大姐 我怎么问你这 你做什么工作 谁是女大姐呀 我是律师 我决定 正式雇佣你了 大哥 你就来我家嘛 你别黏着吧 不嘛 我就要你来我家 行 不想干是不是 我现在就回去起草题 告诉你 走了我吗 不是 等会儿大姐 拉我手干吗 没法 那个 咱们有什么事 不能好好商量我 行 大哥 你就来我家嘛 求求你了 这样我才能老见到你啊 我妈是个大律师 她能给你很多钱的 可是又让人孩子给拿了 没有 我还没做决定了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大师算算 你怎么老是吸引这种 离异带孩子的女人啊 谁说的呀 之前有那么棒一黄花大闺女 像她给妈跑了 你说陆晴啊 嗯 还真是 她这么长时间没跟你联系啊 我跟她没关系 要我说你也甭琢磨了啊 之前高小姐那工作 你有压力可以理解 这回人家请你 她的师张胆保姆 你还嫌正嫌大的 工作态度有问题啊 就是 工作是享受吗 工作是为了享受 你们俩没见到 那女的有多疾病 这就得听大师跟你分析分析了啊 就拿这女的来说 各所难缠 吹毛求刺 那优点是什么呀 喜怒行一做 爱曾分明 但凡你花点心思 把她这命运给摸透了 我告诉你 饱嘴以后都是好日子 你还真了解女人哈 那你这 说正事 别开玩笑啊 那什么 那个 人家那孩子是不是挺喜欢你的呀 那搞定她妈还是难事 上来就有一次个人了 两天 一周四天 家务全包 三几天 一周来三回 你管三顿饭 两千 一周三天 两顿饭就够了 你老咬准两千 这还能咬吗 我之前那个保姆 一周全天 也周四千 甜也没好货 要不然你把它炒了呢 也没你这么漫天要价的吧 照你这么说 我直接找一小时工得了 得嘞 不敢拉倒 反正我也不想干 我告诉你 你信不信 你今天是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你干吗 你还想打人呢 我给你报警 报什么警 那么狭隘呢 把你东西给我放下 那这样 咱俩各退一步 我接受你说的 你也接受我提的条件就行 你还敢跟我谈条件 你说吧 一周哪三天我定 我不瞒你说 我接着别人家活了 既然你付几钱 那我得先渴别人家 但我保证一星期来三回 行吗 行 就这么定了 笑脸 怎么了 这是我昨天晚上起草的核桃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个规法 对你我都公平 小陈娃 算了 你还是别看了 你看也看不懂 签字吧 签字 故意保姆大姐 大冷篇的 路灯底下 大马路上的 少啰嗦 谁是你大姐呀 在这儿签字 职业病啊 好 还挺有意思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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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一人就是 男人大力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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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您了 哎 高总 今年专门集团的舞蹈大赛 又开始报名了 你看看 那今年的主题是女神的新衣 那猫还会提供很多服装呢 我们都能过一把女神赢了 对 我们就商量着咱们住门去参加呢 今年又上任舞 还有男女搭配 对 你们看吧 好 好的 好的 这也还一起去嘛 对吧 高小姐 高原 我最近啊需要您有一个比较大块的时间 来配合我做一件事 大段时间 没问题 行 那我给你报了个班 一会儿呢我把地银发给你 从明天开始你就上这个课去 不是 你报什么班啊 对了 你肢体还算协调吧 我肢体还行吗 有认识呢 我觉着我挺软的 你肢体还行啊 师父不打老师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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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踢嘴 放松 放松 放松踢嘴 走 放松 对 好 我们五分钟后再练 小米 早上好 起床了吗 默默的药和营养片都已经快吃完了 麻烦你再给我借一点 谢谢 宝贝吃能量快的时间到喽 老妈 你雇了我大哥肯定不会后悔 你怎么就这么喜欢他呀 以后啊你就会知道了 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行 你喜欢就行 妹 真是对不起了 妈妈没能给你一个好身体 妈妈 你干什么呀 你别伤心了 要是妈妈 能帮你把所有的药都吃了 所有的苦都瘦了 让妈妈干什么都愿意 那怎么行 我为什么一考试就考第一名 同学和老师都这么喜欢我 就是因为我吃了这些能量快 我才怎么报 这些能量快这么贵 要不是啊 我妈妈是个金牌大律师 换了别的同学都吃不到了 老妈 今天是什么案子 今天啊 今天又是侵权案 妈妈的代理人是原告 有人伪造了他注册的商标 制造了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 在市场上形成了极坏的影响 并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 像这种情况呢 使用于刑法第215条 伪造 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 情节严重的 要处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 要处于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于罚金 就妈妈手里掌握的这些证据 足以告他 罚破产 莫莫 你戴着这耳机不会影响我们交流吧 不影响 放心吧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如果摘了的话 反而会影响交流 你的这个简历啊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可是 为什么只有学历 没有工作经历呢 我工作已经十年了 我相信我的经历 一定会比我的学历更亮眼 那您之前是在哪个律所呢 我的律所可能不太出名 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知道的 这不知道也该有个名字吧 中天一通 中天一通 那不就是你们代理的那个海外上市公司 被告欺诈上市 最后被迫关门 是那个吧 您可别谦虚了 你们公司现在可出名了 我看看啊 你叫马舒尔 怪不得我刚刚觉得这名字有点熟 你不会就是那个案子的负责人吧 作为同行呢 作为同行呢 咱们都明白 这些事啊 谁赶上谁倒霉 可是律师这个圈子 名审有的时候比申诉率还重要 所以呢 我劝你还是趁过段时间再找工作吧 起码这不在风口浪尖上是吧 要不然 也不止我们这一家公司去决定 小姐你看一下 这几个包你们收不收 收啊 只要是正品 身份卡和销售小票齐全的 我们这边价格还是比较东倒的 哦 都要销售小票吗 那是当然了 现在高仿那么多 就连销售小票都有可能是假的 我们得核对清楚比较好 哦 那只有这个符合你们的要求了 你们帮我看看估个价 行 我先看一下真相啊 嗯 这个 这倒不是我们国内的货 哦 要不这样我就给你五千来 五千 这可是我去年在法国出差的时候买的 买的时候要两万三呢 才背了不到一年我也没怎么背 能不能多给点啊 也叫做是你看上去比较有演员 所以还给你个五千 换做别人的话最多也就三四千了 哦 那 那谢谢你啊 那 那就成交吧 那那些我给你去拿现金去 您好 我们家呢是英国引进的方向疗法产品 它呢是不含任何色素和香料的 它对皮肤呢也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您可以试试 嗯 您看看怎么样 还行 帮我拿一盒新的吧 好 给您放这了 哎 哎 干嘛呢 跑这儿来锻炼炼身体了 那腿灯呢 这灯呢 这灯呢 记得我们班进来到现在 一直都没人擦过 你帮我把这灯擦干净了啊 干净的 不是大姐 你是不是看我腿脚太好故意的 我顾你的时候你不这样呀 你少给我装 赶紧的 我装什么装 你看我这样是装的吗 你装一个试试 根据咱们的劳动合同第二十三条 乙方在受雇期间 要负责这个家里所有的一切劳动工作 甲方有权指定具体的工作内容 乙方要是让甲方不满意 就得赔偿 明白了吗 没听明白 听不懂 说白话吧 听不懂 那是你的文化能力有限 我说的已经够直白了 也就是说我叫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 你要是干不好非但我可以告你 我还可以让你赔偿 不是 是不是你们当律师的都这样啊 有话不好说 给人说懵了算 我告诉你 你要去告我 我就说我文盲 我看不懂 不好意思 你在合同上签字了 这合同上一旦签字了 就具备法律效应 法治社会合同最重要 我跟你说吧 黄世仁也没你这样 合同 好好擦啊 给我擦干净吧 不是你能不能别在这儿监工啊 就你们家一不三不地儿 我能干什么坏事啊我 不好意思 咱俩好像没有收到那个份上吧 你说 你凭什么让我完全相信你啊 行了行了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我干活拿钱走人 你 看起初 别说话了 不好意思 这是我家你别搞错了 我在我的家 我有绝对的说话自由 倒是你 你应该给我闭嘴才对 叫我 地主破人呀 你说什么 再给我说一遍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不好擦 我告诉你 你给我擦干净了 一颗一颗珠子给我擦干净了 你要擦不好 你给我再擦一遍 好 哦 phone 我вор账 早起 нужен 我爸没想是 睡ascular店 我给你拿吧 做菜是一个 特别需要感情投入的事 你呀 算了 你没意思是 我不问感情投入是吗 来 吃饭 这俩呢你中午吃 这仨你先冻上 等马进沫晚上回来你热点 怎么热 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会 这种事以前都是阿姨干的 你把微波炉通上电 把门打开把这放进去 玻璃的直接热 留一口就行 塑料的不能放进去 把门关上 杯儿拧到五分钟 听到冰一声响 把门开开拿出来就好了 知道吗 你这妈呀真够呛 以前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怎么吃饭呢 淘点点啊 谁 教餐软件 你这都不知道是不是 打开手机 按一下 淘点点看见了吗 点开这个软件 它马上就能告诉你 你周围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懒死的 这叫科技改变生活 懂吗 赶紧吃吧 我走了 要不你检查检查 你赶紧走吧 不用了哈 别我牵牵挡你后脚告我 走 走 走 对 我跟你说啊 这跳舞啊 你必须得坚持 必须有耐性 虽然是说跳迷大是那样 需要坚持 但是对 你别别别简单 别简单 对咱一般人来说呢 就是熟能生气的事 在你最累的时候 你就再坚持很久 你的肌肉就能记住那个点 手脚自然而然就能放这个位置 不是你不跳啊 不是你干吗呀 跳舞你不能着急你知道吗 你着什么急啊 我不跳了 我现在我身体记住这位置也是错的 受不了 不是 你这水平可不行啊 这一点都不行 离我预期差太远了 你不能这么练啊 就没这样的 一天不休息啊 白天工作呢 这没到一步的时候 我这就残累了都 这不就工作呢吗 还什么工作呀 就说这工作呢嘛 我不跳 方元 你先换衣服吧 我在那个楼下的车里等你啊 咱们俩开个会 对我安排你跳舞这事 挺有抵触情绪的呀 我又没有情绪重要吗 你给我薪水 我给你干活 这些道德我还有啊 方元 我这人吧挺相信缘分的 我觉得 人和人的相遇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看你需要钱的时候就碰见我了 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碰见你了 既然是一段彼此需要的关系 就不能光让自己都合适了 得为对方都着想是吧 多付出 多付出精力也时间 最重要的是 还得让自己开心了 对不对 这 这跳舞这事吧 我不是怕疼也不是怕累 我没这天赋 我是怕比赛的时候 给你丢人家 那这个你就更不用担心 对那个比赛的名次啊 什么结果呀 我其实一点都不看重 你能和我一起站到那个舞台上去 对我来讲的什么都重要 那我尽力吧那就 舞蹈比赛还是下个月的事 过两天有个酒会 你得陪我出席一下 那后座的乌鸡皮纸袋 里边有资料 这个啊 对 这里边有资料 你回去抓紧时间看一下 都给它喂下来 不是 高小姐 我有个问题啊 你说吧 这丹尼尔在的时候 我还可以理解 但你这最近 老单独约我出来 就吃喝玩乐也不工作 这为什么呀 这都是工作啊 我是为了培养你的品位和气质 让这个 整件事情看得来比较真 哪件事 反正这资料跟那个跳舞吧 你都费点心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我也会陪着你一起 练习 你先把美国股票开盘时间给我备一遍 不用了吧 这标点符号我都背下来了 快点 我听着呢 我说一下 我希望让你去看 你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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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参加 还能参加 我能参加 在这边 我练习 你练习 我练习 你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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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方 方圆是吧 您继续真好 这么多年我们雅文 从来没有协伴出现过 我们公司的杂泄宴 你这可是贵宾啊 周总 上次太匆忙了 也忘了介绍了 方圆就是 带着您的爸爸 在哪里高就 我在美国做股票经纪人呢 一二年呢 美国经济也不太好 正好赶上我身体又不舒服 我就给自己放一架 捋捋油 正好一个香港公司 要把我过来 我就回国了 现在国内的环境不错 这话有点虚啊 经济环境什么的 肯定不是第一位的 关键是家人在这里 你才肯放弃美国那个 诱惑之地吧 回来具体做什么 索风头 好前景 那我们公司以后 有什么好的项目 咱们可是一家人 要优先考虑合作 没问题 这您放心吧 那是他儿子的爹 哼 还是高雅文厉害 这么多年 公司都传他儿子是私生子 一个人苦哈哈带着孩子 没想到 人家爹是个标准高富帅 刚一进来 我还以为是哪个明星呢 哎呦 好 谢谢 真没想到 你今天晚上表现得真不错 特别机智冷静 我跟你讲 就这么做做的活儿啊 没点天赋真干不了 可算对付过去了 我紧张了 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 就怕今天晚上出问题 陈姐 陈姐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以后一周七天我都住这儿 是吗 好 好 那我今天要死到水去啊 丹妮又睡了吗 是 我上去看看去 丹妮 妈妈你回来了 你今天要我跳跳了 妈妈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事 你是不是最别喜欢方圆 对 对 那妈妈今天正式通知你 以后方圆可以经常陪你出去玩好不好 真的 为什么 因为妈妈喜欢让她陪你玩啊 真好 谢谢妈妈 是 你知道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呀 就是你每天送我去上学给我讲那些开心的案子 宝贝 那如果有一天 妈妈突然没有案子可以开庭了 你会不会也很失望呀 那还是会有点失望的 不过怎么会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的大律师 怎么会没有案子啊 除非 除非就没有坏人了 老妈再见 再见 从这些最新的化验报告来看 确实出现了新的感染 我建议啊 再做一个疗程的治疗 还要再做一个疗程啊 他这个病啊 我稍次跟你说过 属于非常复杂 而且治愈力啊 比较难的一种病 治疗时间长 而且最终是否能够治愈 我们也是尽力而为 下一个阶段呢 我打算加他治疗的强度 你回去啊 和孩子说一声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你们家属也准备一下治疗费用 这新一阶段的治疗费用 大概需要多少钱 化疗 产生别的药物 七七八八的 先准备十万吧 好 好 我来 哎马大壮 我说咱俩之间的账 是不是该清晓了 回到延绩区 我前两位的薪水 你都拖了多长时间了 你一进盘大律师 你一进盘大律师 你不会拖现在公共的工资吧 这船上谁躲起来这样一笑啊 来 你说话 来 你说话呀 听着呢 咱们见个面吧 我把薪水给你 哦 得嘞 我那点钱 不至于卖车吧 谁卖车了 我想 我想换辆好车 我还以为你砸锅卖铁呢 你还顾得起我啊 你懂车吗 干吗 一会儿帮我抬抬价 二位 这车十万吧 行的话现在就可以收 走 上车 别别别 十万啊 多啊 有得聊啊 他聊什么呀 你出这价钱 走 咱换换一个 来来来来来 价格不合适 他可以聊呀 他数字又怎么算什么呀 好好聊聊哈 我就是干机械的 看看 你看 这车才开了三万公里 你这一接手磨合都不用 正是好开的时候 这车膜 咱自己贴了吧 是 你看看 都是好膜 女同志开车 精细着呢 大修都没有 你看看内饰 你看这 这都是真皮的 别管什么皮 反正都是皮的 导航咱换的吧 你看看 你这一接手 地图都不用真心 还有这音响 这低音杠杠的 我那经常听 反正你这这么大 卖车的也不是一家两家 行 懒得跟你说了 咱换一家吧 别别别 我看大家都是痛快人 这么大 我再加三万 行 咱就办手续 不行 你到别人家看 我不拦着你 好吗 我要一万现金 其他可以转账 行吧行吧行吧 那 那个 咱把 证件给我 我去办手去 谢谢 等着啊 谢谢您了 不用谢 要我自己来的话 又被人给蒙了 我估计 也就这价钱 反正你也不差钱 能整三万 试三万呢 我盯着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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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是你的百毒人 你说我是你的百毒人 。。。 谢谢你